说到这几年发生在成都的涉黑案件 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 2009年四川亿万富豪刘庆兴被杀的案子 此案发生后呢 成都花五盛宴娱乐休闲会所的老板雷小伟被警方抓获 多名同伙也相继落网 2011年雷小伟一审被判处死刑 而昨天省高院做出了二审中审裁定维持原判 2010年10月13号 也就是在距离1116案不到一年的时间 此案的涉案人员就站在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接受一审判决 此案的开庭审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不仅因为1116案中被害人身份特殊 更是因为此案牵扯出了号称成都最大涉黑团伙 而黑老大就是当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雷小伟 其实从2004年雷小伟就开始网络社会 现在人员壮大的组织势力 到2009年上半年先后造成了四起命案 但是要将这个涉黑团伙绳之以法 过程十分艰难 就在警方侦查男友进展时 片子开头的1116案发生了 而引起大家关注的是 此者是一名成都本土身家过亿的知名民营企业家 而事发后 成都市公安局侦查三处 会同五侯公安分局民警 组成了1116案作案组 权力侦破此案 而仅仅两周时间 警方就陆续抓获了11名涉案人员 随后警方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审查 发现这起案件和雷小伟有关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四川华瑞投资公司欠被害人刘某若干款项 为了逃避债务 其负责人便和雷小伟商量 希望能够解决麻烦 但因为刘某坚持收账 最终雷小伟等人恼羞成怒 用钢管和水果刀等凶器对被害人进行了伤害 最终导致刘某又动脉破裂 吃血性休克死亡 雷小伟领导的团伙作案的事实 越来越清晰 而警方也发现其骨干成员杨勇 也涉及到05年的一期命案 2005年10月17日 在成都市午后区童子临北路 红旗超市的门口发生了枪击案 造成一死一伤 警方通过对涉案人员杨勇 以及其他人员的突审得知 这起案件同样也和雷小伟有关 杨勇在参与2005年 我刚才说要你要清晰之中 他是一个参与这个骨干成员 在2009年的这个案子里面 他同样也是一个做一个骨干成员 一个着急在这里面 什么事情 哪个人拿的枪 几人拿的枪 三个人 哪三个 我 张东华 宋宏平 拿的什么枪 每个人 我拿的三个人的枪 张东华拿的反流式 宋宏平拿的反流式 枪击案子里面 他们下车 宋宏平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 就投了一枪 投一枪 枪一枪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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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警控嘛 就实施案奔跑 奔跑来 然后其中我们一个 两只死队 就拿着就跑到这个位置 由西天堡 西天堡 当时是 七千二十 因为他当时是 吃一只花旁枪 是一种 双骨的一枪 打出来的质量是三代 就是贴杀 杀伤力非常大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因为雷小伟与有欠 他人高利贷 一直未还清 2005年10月 受害人找王某 当面索要 雷小伟得知此事 便邀约其他成员 最终犯罪嫌人 舍某 用枪抄 吕某所在的人群 开枪射击